我终于来打卡这家了 我这好多的巧克力派呀 这个泡芙也不错呀 这泡芙的奶油也是动物奶油吗 我觉得你们应该都见过他们家的奶贝 就没有买 这个好像是新品 红丝绒方派 是摆在巧克力一派那边的 表面上看是红丝绒 但它居然是个巧克力派 红丝绒的 这个蛋糕胚 中央是巧克力的奶油 它这个蛋糕胚的口感很湿润 而且外边那层薄薄的巧克力脆皮就刚刚好 这个搭配我是真的没有见过 因为跟我说这个放在冰箱里冰镇一会会更好吃 留着回家试试 这个芋泥的蛋糕 这个蛋糕好软呀 它那个颜色 它是加了紫薯调那个 紫色的 炖奶油味道 非常的熟悉 它就是小时候吃那个盒装的白色盒 长方用的 那个香芋冰淇淋的那个味道 感觉它们家的甜品都不是很甜 这种的就不容易腻 大泡芙是酥皮的才6块钱一个 有掉了一身 最喜欢白泡芙了 好多奶油 它是有点点微咸的奥利奥奶油 还有两个冰面包 一个是拿铁的一个是抹茶的 嘿嘿嘿 一一去去去 来 抹茶的面油 好吃 嘿嘿嘿嘿 抹茶红豆的诶 我说好稳 这个皮很薄诶 你不要看它小的 它掉下来 对了 我还买了一个草莓的肉松小贝 一个海苔的肉松小贝 放来网友吃了 酸酸甜甜的肉松 但是它一点都不违和 他们家这个蛋糕 可以做的真的不太好 不干 但是它又不会有那么大的水分 就刚刚好的那种酥软 我藏一下真的会更好吃 它这个巧克力的部分会更脆 这个搭配真的好神奇 反正我说在别的地方没见过 你们录过的话可以去尝一尝